大家好 我是MyFlaw Letter的Kelly 今次classic plus會用不同紫色的花材來做一個作品 大家收到的花材都可能在沉睡之中的狀態 記得要盡快幫你剪花剪腳 養水 幾個小時後花就會回復原來的狀態 第一次收花的朋友記得看我們的花材處理短片 在介紹花材之前想提醒大家 我們想像花蟻絲一樣去收一些鮮花 如果你們收到折枝的情況 其實你剪掉它就可以了 這些多頭的花材會有些不完美的花粒 很多時候我都會保留它們 但如果一些比較不漂亮或不喜歡的話 其實一樣 剪掉它們就可以了 我們首先介紹花材 第一種花會用到紫色的小白盒 第二種花會用到孔雀草 我這一枝已經開花開得比較多 所以就會比較豐滿 第三種花材會用到粉紫色的菊花 這隻菊花特別之處就是好像有很多張很細很細的皺紫組成的花 之後我們會用到紫色的吉筋 第五種花材會用到老鼠味 第六種花材會用到艾菊 聞起來其實有楊金菊的味道 因為它們屬於同一個科種 但跟楊金菊一樣 它會比較容易多屈折的位置 尤其是在運送過程之後 我們就像番茄師一樣 剪掉一些不漂亮的東西就可以了 之後我們會用到seaglass來做一個裝飾 最後醃材方面我們會用到開心葉 我們準備了一個flower recipe 裡面列明了每一朵花大概的長度來做以下的作品 大家處理好花材之後就可以把水倒入花瓶裡面到大部分的位置 然後就用我們準備給你的營養粉 可以整包倒進去 然後拿一枝花拌一拌 用了營養粉之後可以隔天才幫鮮花 剪腳 換水和洗花瓶 到時就用第二包營養粉 就算沒有營養粉 都建議大家每天幫鮮花 剪腳和換水 烈鮮花會保持得漂亮和久一點 我們首先就會把開心葉放在花瓶裡面 在花瓶的左右兩邊都各放一枝 然後在花瓶後面放在花瓶後面放在花瓶前面 靠右邊的位置先放第一枝 然後在它打對角放在第二枝 然後在一枝紫色的花材 放在哪裡就放在花瓶左右兩邊就可以了 一枝乾魚 再到繼續�底 Judge Republicans 拿來不及防水分 只要乾 Cotton用一枝 吃完肆子%%% ! 先把第一把椒放在花瓶前面 放在 backsлapi 然後在半ス面前置放在輪糞中間ð fort 再放在另外一把 các顆粒 Body 接著在花瓶的左手邊放第三小束下去 我們的菊花首先會用最短的一枝 最短的一枝放在花瓶前面 我們的艾菊旁邊 接著第二長的一枝放在花瓶的右手邊 而最長的一枝放在花瓶的左手邊 老鼠尾 首先第一枝放在前面的菊花旁邊 接著可以在花瓶的正中間位置放第二枝 而在花瓶後邊部分的孔雀草旁邊 放最後一枝下去 用兩枝放在花瓶的大部分 到我們小小盒 一隻放在花瓶後 第一枝放在蘿蚶旁邊 1枝放在花瓶的小蚶 一隻放在花瓶後 一隻放在花瓶的幾個月 一隻放在花瓶旁邊 而最長的一枝就會放在花瓶中間這個位置 基本上就是中間這兩朵菊花之間 到最後幫我們的作品加一些跳脫的線條感 我們會在花瓶左右兩邊加我們的水果 放在花瓶中間這個位置放在最後一枝 我們今次的作品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在家中想放鬆心情 跟著我們的片印路插花也有一個很好的選擇 可以慢慢認識一些不同的花材和特性 擦花也會擦得越來越好 如果你們在這方面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做完之後記得拍一張照片 傳給我們或是Tag我們 每個月最美的我們會送一盒花給它 下次見 拜拜